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问你啊 这个番茄炒蛋是先放番茄 还是先放鸡蛋 切成块 要给大家做饭呢 首先我们应该来到沃尔玛 挑选食材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红烧鸡是 其实说白了不是特别的难 一会儿见了 好的 那OK 我们要做鸡翅的一些配料 葱姜蒜都已经做好了 切好了 然后放在一个盘子里面 下一步呢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鸡翅呢 腌一下 那腌的需要的调料呢 一个是老抽 然后这个是生抽 一点点的盐 当然还有秘制的 这个叫加饭酒 其实就是绍兴的料酒 在我的老家经常用这个黄酒来做饭 因为会特别的香 在腌鸡翅的时候呢 也可以稍微放一点 我们开始 那因为今天我们做了16个鸡翅 所以说 酱的时候稍微多一点 这是生抽 生抽我大概会放 半勺的样子 大半勺 然后这个是老抽 老抽 老抽我会放三分之一勺 因为能够让它更加入味一点 因为一会炒的时候 然后再放盐的话 可能味道就没有这么入进去 所以在腌的时候要放一点 OK 那我一会儿倒进去再放酒 现在把这些调料呢 放到鸡翅里面 就是把黄酒倒进去 黄酒其实多倒一点都没关系 因为最后在炒的时候 它会蒸发掉 OK 把鸭鸡给它按摩一下 按摩一下这个鸡翅 让它把味道均匀的融进去 其实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家没有面粉 其实如果说 你想要这个肉质吃起来 更滑嫩一点的话 你可以放一点面粉 这样的话肉不会这么干 这个做牛肉也是一样的道理 弄一点进去 翻炒一下 再把这个鸡翅 弄进来 翻炒一下 这个时候呢 还可以放一点点的酱油 这个时候呢 炒得差不多之后 最后要加水 那我给大家先 煎一点点水 加一点这个过滤过的水 会好一点 加一点 看到没有 现在这会儿已经沸腾了 加一次水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等着就行了 看了一会儿电影之后呢 这个汁也收的差不多了 我们该出锅进行最后的工序了 现在吃两个鸡翅 再看一眼 收汁之后的鸡翅啊 芝麻会提香 先撒点芝麻 我平时喜欢 先撒在手上 然后再把葱撒上去 然后再把葱撒上去 其实是很容易 你放约回到家里面 然后呢 打开电脑 做做作业 看点电影 然后桌上 就焖上这个 香辣鸡翅的话 红烧鸡翅的话 其实也是很简单的 今天我就带来做了一顿 红烧鸡翅 现在米饭也盛上来了 然后鸡翅也做好了 开吃吧 尝一尝这鸡翅味道 我还是比较自信的 好香啊 特别是这个酱汁啊 收得非常的 少了 很粘稠了 所以说这个酱汁 就是覆盖 粘在这个鸡翅的表皮上面 甚至的口感很松 记得如果你想要学 更多的菜的话 订阅我的阳宰日记 又会教你更多的菜 看到番茄炒蛋视频的时候 我也在问自己 有多少个瞬间 和视频里的孩子一样 在需要的时候 想起联系父母 哪怕是凌晨 成长终究是无法阻挡的 哪怕只会做鸡翅或炒蛋 但该走的路 就该自己去走 独立的孩子终将断奶 成为真正的男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